在擂台上 瞬息万变中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 即使是一个看似不浅的对手 也可以让对手漫判结束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全机视频 张立鹏自从2015年下半年加入昆仑决赛事以来 实力强劲的张立鹏所向披靡 锐不可挡 接连上演视觉冲击力爆表的狂霸暴力演出 在其古希腊雕塑般健硕有形的发达肌肉中 蕴含着浓缩炸药般的狂猛爆发力 每一个敢于只因其凤的对手 均遭到了这股洪荒剧烈 无情碾压 其比赛观赏性纵观世界舞台 亦堪称罕见 2017年10月3日 昆仑局MMA15次中量级世界冠军温眠战 张立鹏三番战 罗德里格卡布尔一招不慎输掉比赛 全民一片哗然 被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奖 复仇的滋味令张立鹏倍感无奈 但这就是擂台 瞬息万变中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 即使是一个看似不减的对手 他也可能翻盘 何况卡布尔那么强悍 且对于张立鹏了如指掌 很多业内人士也表示 打这种多番战其实很冒减 因为对手实在太了解自己了 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抓住机会 满盘结输 但张立鹏并没有就此一举不振 而是继续努力训练寻求下一场比赛的胜利 很多人只是关注强化他输了的这场比赛 可是他前面可是15连赛 那场比赛结束了 连赛记录终止了 但张立鹏的搏击生涯却迎来了新的开始 权威知识平台 互动百科提供 南方选手张立鹏是中国综合格斗这个领域 到今天为止历史上所培养出的最顶尖的综合格斗选手 也是代表中国在世界上取得过最强成绩的综合格斗手 昆仑爵15连胜记录的创造者 世界赛场的中国骄傲 欢迎中国的世界冠军 金翅大炮张立鹏 昆仑爵 MMA16 张立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迎来了他首次施力后的第一场比赛 对手是澳大利亚本土选手 号称萨阿姆亚战士的米奇瓦奥图瓦 七五综合格斗战综六胜七复一次降服获胜 有请尝尝采盘 有请尝尝猜判 好 男子次中量级的比赛 这也是张立鹏自上次卡布尔未免失利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张立鹏的身高跟对手比起来有一定优势 我们看他对手来自澳大利亚这个米歇 是才跟之前张立鹏败给的卡布尔有点像 短粗 这种选手的摆拳力量很大 这时我们看到张立鹏一阵连续的猛攻 将米歇逼到了龙边 并用一具爆摔将对手摔倒在了地面 双方进行激烈的纠缠 张立鹏在不断的尝试着挣脱开米歇的束缚 张立鹏一直在做一些锤击 这场比赛上来张立鹏没有像对阵卡布尔那样就用一些战力的一些击战术直接就进入到地面 我们看张立鹏用右腿啊在把对手的这个锁扣给打开 看看能不能把左腿也同时抽出来 很快张立鹏一个转身取得了上位 成功摆脱米歇的控制 并一直进行着杂击 拿后背 这个拿得很快啊 后背 看看手的位置怎么样 还有是杂击 这时我们看到 张立鹏一个胳膊 用力挤进了对方的防御中 缠住了对方的脖子 不一会儿裁判就叫停了比赛 第一回合刚刚过去一分三十五秒 张立鹏便将对手背后裸脚获胜 让我们攻击张立鹏 这是他事务连胜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为他寻找感觉和恢复性轻提供了帮助 看来张立鹏的整个的比赛状态还不错 上一次在未免我们觉得冠军金腰带的时候是一直打以失利 然后这次是失利之后的首次比赛 我们看一下 腿上的扣搭得还是比较死 其实胳膊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下巴进去 没有完全进去 正面没有完全进得很深 对 但是完全靠这个我们看张立鹏的整天 还是放得比较中线 这个位置我觉得做单臂裸脚都有可能成功 同场比赛 篮房选手在第一回合背后裸脚相夫获胜 有请颁奖家庭 我没有想到能这么快结束 说实话 我想没有想到能这么快结束 我想没有想到能这么快结束 没想到会这么快结束 我想没准是会打三个回合或者两个回合 但是我会预想到我会赢 只要我拿到这个位置了 对方就不要让 我就不会让他再跑了 我最后会做一些鸡打完自己 那这一场胜利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很重要 因为大家也知道上一场比赛输掉了 所以说也急需要一场比赛胜利来证明自己 证明我是有实力的 而且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好 这么快的结束了 所以说 好了 本次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还想要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不妨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尤其是对搏击这项运动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包括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情况下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办法 我就喜欢这个运动 你为这个运动 如果你喜欢下去一直做下去 你可能这一点小伤 避免不了 很高兴啊 当时也有一点点的嫉妒 哈哈哈 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要证明中国的MMA 中国的格斗 就是一天一天的正在进步 对我也是一个激励吧 因为看到他们拿到好的成绩 拿到金销袋 看完那场比赛以后 又觉得自己还要努力训练 再提高自己 非常多 您可以说